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护国神山 珊珊老师 今天我想大家心情可能 比较好一点 对不对 有些的AI股票开始做了一个反扑 没有像昨天这么惨烈 但是接下来这些的股票 是否能够就此开始反转 或者是反弹 或者是你要找另外一次的机会 我稍后会详细的跟大家解说 当然今天尾盘的时候 这个搞破坏的台积电 它又被踹下来 踹了一脚之后 使得这个指数就把它压得比较矮 压得比较矮 结果一看是今天最低点 今天收的这根线其实不太可爱 这个线上面须须达了一百二十几点 肚子的部分刚好就比较扁一点 又符合今天开高 冲高 砰 下来 所以今天这根线它不是大阴线 但是这根线也真的不可爱 黑锤子 那黑锤子 对 黑锤子 我先拿一份提到这个就可以 对照这个AI 今天搞破坏的不是AI 搞破坏不是AI 但是这个黑锤子 怎么会有人这样子把它这样子杀下来 杀什么 其实早上这一块 它是红嘟嘟的 是到中盘的时候 尤其是过十一点过后 这边很多的权重股开始翻脸 那这个权重股翻脸 当然这个凶手就是叫做阿多宅 金头发蓝眼睛 所以中场这个二十大排行榜 它是变点33点 那这种走势到底好不好呢 首先大家有没有注意 关键价真的很关键 昨天我跟大家谈到过 昨天这根线真的是大阴线崩落 昨天跌了236点 那我跟大家讲这种规格 这种规格今天怎么关盘 其实我昨天讲得很清楚 如果以目前这个规格来讲 这边它是属于一个高档的箱形 那高档的箱形 这边就很有学问了 我现在先用这个让大家看 到底是要这样 大家会说麦当劳 或者是从这边算一个点 这边算一个点变成Double 那其实今天的标题 我要引述的就是 其实M跟W它是一线之隔 刚才你看到这个箱形对不对 那接下来也就是下个礼拜一 下个礼拜一的走势 非常非常的关键 如果它能够在这边 还是一个箱形 会比较漂亮 万一直接破下来 那你们就会看到麦当劳 那以这种一线之隔当中 下周一有一档股票 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一块钱可以救台股 那么这些所有我刚才讲过的 我会一步一步的来告诉你们 现在请看 昨天来到这里 它其实还是区间的盘整 那么区间盘整它属于一个弱盘 我已经讲好几天了 叫做区间盘弱的一个走势 但是以大箱形来讲 这个上面当然迟迟就没有了 这一阵子就是一直往楼下 当然这个16593 今天有没有挡 16601 那很凑巧的是 昨天也叫做16601 所以今天的盘 一定要详细听本间K线的研盘 昨天的地点16601 今天的地点16601 那么这两天顶在这里 是不是刻意做价 还是有什么含义 那当然这里呢 16593今天手好好的 对不对 好 那么昨天整个行情呢 当然是有恐慌性的砂盘 那已经出现 各位都知道一路杀嘛 一路杀 那AI族群昨天真的是 就是带头下杀的 所以这个要归罪于它 昨天其实AI的整体族群 不是说我那十档而已 一大堆都是惨不忍睹的 那开高跟开低的做法 我有请各位注意 今天开高跟开低 尤其今天行情它是开高 对不对 开高须站上关键架 16714 好我在拿今天的走势 今天最高16766 那我有讲到过 你既然急冲 你回来要再守 你不能冲完再回来就没守 没守当然就反手杀 因为我讲到过 站上关键架须守 否则必反杀 所以急拉过后 没手砰下来 各位没有发现这边处了一阵子 就是关键架那个位置 对不对 所以我每次给大家很关键就很关键 它这边还是要试图在这边 结果没办法就直接下来 有没有 所以关键架很关键 我跟你讲这个关键架 就是这个关键架 各位看是不是在这区 结果盘盘盘 砰下来 结果从这边再也没翻过了 所以很多人一直喜欢听我用本间K线客观 跟你们讲对 因为很多人单一根线看得懂 但是形态组合你组不出来 形态组合里面其实包含了 阻力的心态 还有阻力他们在做什么 尤其盘中的抖动 它怎么抖 盘中的量能怎么样放出来 跟整个形态结构 当然我可以研判 所以你们很佩服我 光今天的走势 也证明了我昨天跟你们讲过 这边关键点位 你站上去再回来可以抖 你抖完要再上去 你抖下来没了 好没了 所以我昨天讲到过 一定反杀 但是反杀反完了之后 大家再看到 今天这条路还好没破 它变成又破下来对不对 但是这个点没有破 那么形成什么样的规格呢 各位看到这里 今天16601 跟昨天的大黑K一模一样 顺便技术消学 来这里拉近 我让各位看秘密 这个你们去写什么技术分析 讲了一大堆钱 可能学不到这个 听我每天讲演变会比较好 昨天大黑 今天算小黑 但是今天小黑 它是一个标准的黑锤子 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重点 昨天这么大根的黑K 今天是一个黑锤子 但是它并没有把这根黑K再锤下来 刚好跟它一起并在一起 相亲相爱 那么这种格局它可以叫做 此区的修正过后的低档并列 但是它低档并列它是并黑色的 那么并黑色 还有一个小秘密来 刚才这边各位看到并在一起对不对 直接拉下来 我让各位看量 昨天这么大黑这么大量 今天它说起来的量没这么大 所以今天这根黑没有被锤下来 因此请所有人注意 下周一开低盘 只要破这个 这里就很容易破 好不好 差一点点 那所以到了今天 形状还叫做大箱形区间 一样给各位上面跟下面 这叫上图下坡 那么形态到今天还是区间盘弱 但是关键价 关键价就以今天这个锤子的虚虚高点 叫16766 今天有120几点的虚虚 所以有一批的人 很狠从楼上把它弄下来 所以关键价都守不住 所以几个重点来提示 今天开高走低收最低 今天收最低 对不对 因为锤子嘛 今天收最低 16601 那么今天的低点 跟昨天的低点一模一样 是否已跌止跌 问题来 昨天这么糟糕的格局 低点挡在这 今天拉高高 再打下来收最低 低点跟昨天黑黑的低点 是一模一样 所以今天我下这个标 W跟M一线之隔 所以 是否已跌止跌 如果是已跌止跌 16601不能再跌破 所以W跟M下周关键 下周高盘开出 需占上关键价 今天虚虚的高点 什么都不必说 就一定要占上 如果高盘开出 占不上今天虚虚的高点 一定再反杀一次 那反杀有分两种 一种是在破今天的低点 一种是收小黑黑 那到时候礼拜一再给你们追踪 另外一种下周一低盘开 那很简单啦 很容易破大箱形的低点 16593 这个时候走这条路 那么各位就会告诉我M出来了 这时候恐怕见到一种走势 叫做追杀力道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大盘 今天有勇气有智慧 刚刚好守住昨天黑黑的低点 今天在排除万难 拉高再摔下来的时候 还是一模一样的 并在一起 所以有客位仁仪做 还是要怎么做 我们希望它不要再跌破 所以请各位注意了 下个礼拜一盘中9点半 跟大家相遇在Telegram上面 现在如果你还没有加入 请赶快扫描QR Code 至少你可以到我的LINE 让知道我的Telegram 那这样子你就会知道 这个行情的来龙去脉 那我要跟各位阐述的是 谁一块钱可以救台股 名字跟我一样 但是我最近很好 可是它就一直一蹶不振 所以叫它复制我成功的经验 好不好 护国神山 目前风雨飘渺 真的很飘渺 早上开高高也是由于它 对不对 这边长着要助长了很多 但是尾盘啊 这个金头发蓝眼睛的 奇怪的 很喜欢在台股搞破坏 尾盘一手价3块不见了 然后所以卖了3750张 3000多张 所以使得这个指数尾盘压缩下来 那么为什么跟各位说台积电 会决定台股的命运 注意哦 这概念只有我跟你讲 因为看盘要看内容 表面每个人都看得到 问题是内容是什么 台积电这边曾经有一个 跳空上去的大多方缺口 这根的线的高点在545 那么今天这根黑柱的低点在546 因此希望它下个礼拜一 好好的不要破这个点 如果你要补缺口补的意思就上去 不要再下来 再下来呢 就会比较麻烦 那么最好呢 是今天的低点就是低点 不要去补会更强劲 学我们台股今天刚好低档并列黑 那这个所以呢 下周一块钱可以决定台股的命运 如果当这个缺口给补了 卖压下来的时候 这根呢可能就很容易被吃光光 所以当台积电走那样的一个格局的时候 当然指数就会影响到 所以我说一块钱就台股 所以下周到底是这样还是这样 那盘中要加入我的台股馆好不好 那当然这几张股票看完之后呢 今天我们先给它掌声鼓励 来大家看一下 来 来你们自己拍拍手 喜欢吗 你要一只吗 今天它很有智慧很有勇气 我让大家看一下 哇哦宝宝来了 半只长庭 嗯 我说啊逮到机会就要卡位嘛 不要每次黑也不买 要涨才问我可不可以追 那除了这档之外呢 我下一节要跟大家讲 关于电的 还有关于这些股票 有一些秘密 下一节 我会回来跟你们讲 你们手上有这些股票 今天反扑 下周在什么点 或是什么样的形态 你要多做留意 那在这个地方呢 你们就喝口水马上进来 谢谢 每个朋友掌握多空趋势转折 创造人生财富 咨询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人生如股市 变化莫测 石沟石滴 股市如人生 乐极深悲 脾极泰来 唯有客观分析 精准研判 才能成为市场最大赢家 让何老师带您掌握市场趋势 创造人生财富 人员质幅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名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每逢行情比较动荡的时候 总是会有救援部队 先前我请大家不要去往人很多地方挤 那当时很多人听不下去 那整波的行情能够上来能够助长 我们也要感谢AI所有的相关概念股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到 阻力一定不会买到你看到的地方 一定是你不知不觉他买到低档 等到行情一路标 然后news一直爆出来 全部人都进去 那在高档的时候滚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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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哇大家看这个荣景全部挤进去 那我倒是有一档股票 我是很默默在耕耘 因为它刚好是两三个礼拜以前 遇到一个news的干扰 不然以它的体材 以它的连续好几季的成长 这个公司不止只有这样的价格 但是事情都发生了 可是我们又发现一件事情 它没有因为这个中国大陆的花硬事件 然后去打压它 就只有那天反应 之后股价就是一直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大家去想 为什么这种股票 它经过这么大的一个大news 它还在这里 因为今天不管各位有什么想法 就发现好像与众不同 对吧 很安稳 上去的就不下来 上去的就不下来 一条线 而且还增量 如果说你无量上去还有点迟疑 它是滚样上去 而且你干脆急拉拉完的这样 对不对 那这张股票的过程当中 昨天前天一条线 那很多人一条线都不喜欢 那我常常给大家一个概念 其实听我讲其实答案都在里面 一条线怎么样自己接很好买 不要三条线 等它涨上去没买得 涨上去没买得 涨上去没买得 你一定怎么样 三条线 对不对 所以接得很好 打价100分 那这股票过程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这样子 大家都知道 那我也跟你讲要怎么做怎么做 话说 这一天呢 来到这个价格 很多人也不喜欢 你今天买的不是也OK吗 就是逮到机会就要买嘛 你不要去追嘛 这一天啊 利空 我想那个news都知道了啦 利空既然可以出这么大的 才收红K 这很难得 跳空下来收红K 这很难得 对不对 那我说四出必有因嘛 那一路一路这样过程当中盘到这边 我说这边是不是第二只脚 大家就慢慢看 那问题呢 是一路过程我都跟你们追踪 那问题是很多人他不愿意这样子 那来到8月9号 来到这边 有没有 我跟你们说这边有蹊跷 好 赶快来预约嘛 那你们不预约有什么办法 好 今天8月11号 有没有发现他这根柱子很大 利空一直没有下来 那我就跟你讲 利空那是别人说的利空 你要想一下为什么会这样 那这边只等待一个时间点 比大盘强多了对不对 连续新线注意了 这一条杠叫做连续新线 里面有星星有大支有小支的 但是就在这规格里面 一旦被他毙了这个缺口 那整个就翻盘了 此形态给大家一个口诀 不动就不动一动很惊人 手上有资金的 或是还有这张股票的 想要加码的 还是要跟我同步买卖的 欢迎来预约关键点 我想他有很多体材 还有这条大case 我之前跟各位讲 那最主要就是现在很多的财报 或是很多的news 或是听到接什么订单 可是来不及反映现在的股价 因为大家心态管理有什么的体材 要跌就跌 AI大家也想的 有的AI真的是成长的 但是还是要跌嘛 那所以这个不是 不是这样的体材不好 而是大家心态的问题 看到他杀就杀杀杀杀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呢 我当时讲的这个很简单 就这个这么简单 这个百亿对不对 百亿大家看到这个 可以达到2025年 那就至少已经好几 能见度喔 这是已经定的能见度 这不是预估 是能见度好不好 那这一陀拉股 我那时候解释过了 连续八季成长 这是比较难的好不好 那大概是这样简单基本 那当然接下来呢 这档股票各位留意一下 既然最近的这个避风港 会玩什么店啊 什么什么的 那这一档呢 这一档这个集团啊 他也很努力在 好好的呵护他的产品 今天呢 虽然没有动啊 但是他重返了50块 对不对 那这个股票的看法 他也是在这个区间的 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但是他有一个 有一个符合就是 他要点火已经滚亮 像这边是突然这样 就这样滚亮上来 现在这边盘 有没有盘到没亮 突然滚亮滚重量 就很容易冲出去 那这种股票呢 此区啊 区间上下震 那大家都有点耐心啊 因为这个体材会发酵 它到底是什么体材呢 我上次有讲过 这个东西是不能缺的 不管你从左看右看 横看竖看 电源嘛 你什么不管你要什么AI 这个什么电脑啦 手机 电源是不行少的嘛 那还有涵盖三大 三大的 一个这个什么 这三家已经够大了对不对 大家看到Mark就够大了 有这三家最大厂的 那个电源的 所以我觉得 大家应该去思考一下 不要在那边 哦这个怎么样怎么样 爆发力 是会酝酿出来的 当还没有暴涨之前 你就去卡位嘛 所以我发抗讯 我会人都看得懂 我说建议基本持股啊 说全部少 他们就知道我的动作 所以很多人黏我 黏很久是这样 我该市价市价 我该定价就定价 讲到这边啊 我真的对大家很好 这些股票呢 是之前我赚一大坡走掉了 但是为什么要讲这些 因为太多人来我这里 那都有这些 那这些股票他们也想知道 我想很多人也想知道 那我帮了很多人 今天你们有福气了 以下的时间 就讲这些股票 这些股票 今天什么情况呢 我拿一个很简单的东西给你们看 诶 今天比较好了勒 有有今天比较好了 今天比较好了 有没有 不一样对不对 今天比较好 注意哦 这些股票今天是 有的涨20块有的涨13块 但是创意涨20块 似乎来不及它的跌幅的速度 那今天换成爱普跌 也换成光宝科跌 诶 今天换光宝科 昨天是谁啊 昨天是 这两只很鸟 广达跟技嘉跌停 那今天换成这个 每天都是轮流 谁弱 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啊 这十档股票 本间K线的主力多空关键价 如果你有索取的 自己好好运用 那有任何问题呢 你可以私讯我或者是call me 就是这份资料 好不好 那这份资料 来今天每一档给你view一次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呢 很多人想要知道一些小秘密 那我就再透露一些 好不好 这个 第一档讲广达 广达目前在这个区块当中 对不对 它是真的是两根 啪啪下来 啪啪挡到这边 对不对 可是这边黑K是量非常大 所以代表有一批人走掉了 但是呢这边它又横盘 怎么解读呢 注意主力多空关键价 停下这个就好 我拿一份资料 就是这个 这上面有啦 上面有 广达有啦 这上面有 昨天也讲过对不对 它现在目前在上面跳 那你手上有的 看它是什么时候越过这上面 没有你要做动作 如果破下来你要做动作 好不好 就这样子比较了解 第二档股票呢 这个 智元 智元呢 以目前切线呢 我帮各位切 有点三角形 有点这样收敛 那因为今天它出了一个特殊的大量 因为关了好几天了 今天比较那个一点 所以那黑皮一下跳出来 所以量这么大 今天大量上攻 下星期它整一个走势 必须继续攻 否则 会回来 它一定要继续攻 我帮你画好要冲出去 所以呢 那大家呢 如果不知道的主力多空关键价 参考当时我这一份资料 这份资料上面都有 资源好不好 这个 这个很关键 那该要的我已经送完了 那你们自己想办法 call me也可以 私讯也可以 然后这档创意 这档我特别糟糕 需要我紧急救援的 我会给你锦囊妙计 free的好不好 我无怨无悔的来帮助各位 这个2015一直得到现在 12根以后踩一根小红 结果再补两根 等于14根 这惨不忍睹 这个手上有这样的大脚 来问我一下 我想我分析这么客观 你们应该要借助本间K线实力 那么技嘉呢 注意哦 这张股票发布利多 也纳入什么什么成分股 那么涨 或者是跌 你要注意哦 你发布这个利多 你不能走这种格局 你要走前面这个格局 所以哦 下个礼拜 最起码你要先翻上去 如果再往下面 你就要留意了 就要先把你画好 那伪创的部分呢 注意了 请你注意安全 这种连续星线 尤其那么多颗 乱七八糟的 一翻两瞪眼 主力多空关键架 一样这份在里面 这份在里面 那这种星星要注意哦 这种星星怪怪的 我先跟你讲怪怪 一翻两天注意安全 那么围影的话呢 这个请你们参考 我那份资料 我已经讲过了 拉了三根这边翻不上去 就是这样子 防守点最后守这里 那至于威胜呢 最后防守点守这里 三根红对不对 但是三根红 目前有初步指稳 但是尖头反转 可是呢 这种走势啊 它千万不能再破 这个虚虚的下面 那我画了箭头 这边好不好 那音叶达呢 这个是盘头 盘头下来 那这边呢 这是要反压 再破这根线 你的多单要先跑 好不好 那光宝科呢 这个短压在这里 这边千万不能再破 例如这个艾浦啊 艾浦呢 我想呢 这个不要再破了 这里面通通都有啦 好不好 那大家就好好的去 有来索取的 你们就好好运用 那不懂的 可以私讯我 可以问我 那需要好好的赚饭票 也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努力 那如果呢 在这边啊 要成为三三家族的呢 也希望大家能够 把握这一次的方案 不管你在哪边 我们都能够一起努力 祝大家做股票 天天一直赚 本服务公司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